第二个点就是说我们再说回腾讯 700 700昨天是走得相对比较好少少 升得好少少 在市场大刹的情况之下 这类似是什么呢 是因为它 降低了这个Token Token的价格 又 降了70%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 阿里巴巴降了90% 还有什么呢 就是 火星的 有一款叫火星的这个 AI产品 是开启了免费 你可以发现的 每一间厂商互联网厂商 他们都会对自己的价格 出现大幅的调整 原因是什么呢 抢市场 他们抢市场对于短线来说 业绩肯定不好 但是中长线 就擠逼了一些 小型的 这个 互联网厂商 并且 令到这些龙头更加 垄断 所以是 短空长多 短空长多 最 最后面呢 跟刚才我们降价 相反的是什么呢 是提价 一降是为了 怎样 是为了抢占市场 会令到业绩 不好看 但提价的那些 就会令到业绩好看 国际同价大升 令到福同板的价格都跟着升 原材料上升 售价 提高了 业绩就好看 所以呢 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的 00148 和00188 都出现了什么呢 我们可以发现的 都出现了明显的股价的一个飙升的行为 你们都可以发现的 前面 的时候呢 升到现在 股价 差不多升了整倍 升了整倍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发现 市场的交易行为 是快于我们的这个 投资的这个思考 也就是说 当你们未看到这个价格上升 或者这个价格上升的影响 股价已经升了上去 当我们大多数人都看到 所谓的这个福同板要升的时候 他们早就已经升了起身 也就是说 我们见到的 和我们思考的不一样 我们见到的是什么呢 市场里面已经很落后 很落后的消息 当我们看到它说要升价的时候呢 股价已经升上天了 再来我们再进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已经 迟了很多 所以在这个市场里面移动的时候呢 我们就考虑到 升价带来的影响 为什么说要移动呢 第一 在这段期间里面 中东 伊朗 哈马斯 等等等等 它会令到整个地缘政治紧张 令到所有大宗商品上升 第二个 就是类似 降息 降息会令到黄金上升 大宗商品上升 所以两大因素 在这里面就启动了这波行情 而不是单纯的 看到 福同版的 同价格上升 才来做 不是 是在这些消息 可能 开始 之前的影响之前 来做它 那我们就可以赚钱 但是当我们来看的时候呢 此而此刻我们来看的时候呢 可能就已经不赚钱了 那怎样才可以 在这个位置再赚钱呢 很简单 有新的因素出来 比如说 真真正正 启动降息 欧战争 或者哈马斯和以色列的战争 或者伊朗和以色列的战争 加大了 就会继续上 否则的话 在这里面 就没有太大机会了 也就是 可以部署的是什么呢 就是等待新的 这个消息 来覆盖 前面的这个消息 否则的话 这一类投资 也就是说 这一类 带有 怎样 升价因素的这个上升的一个个股呢 我们都是 拿不到的 好 那我们可以拿到什么呢 你就记住 下一个 未被炒作的原材料 未提价 或者即将要提价 帮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